拨全台灣的滅頂風潮持續延伸 郭台強在上個星期就曾經公開表示 投資台灣之心的計畫很可能會生變 那麼在今天他出席活動的時候 再度被問到這個問題 郭台強他也很明確的做出了回應 他說中家案很確定的是 他們將會停止出資 不過台灣之心因為已經入股了 所以暫時不會改變 政委集團董事長郭台強 除了是台灣之心的股東之一之外 也參與頂心收購中家一案 也就是台灣之光 不過下午出席活動 郭台強不止調侃 台灣之光這個名字是名不符實 更直言將停止出資 他取這個名字實在不是很適合 所以台灣之光部分的話 原則上我可能會停止 跟他投資合作的機會 而台灣之心的股東資金 已經全部到位 不過受到食安風暴波及 台灣之心已經連帶被排擠 4G的佈局會不會考慮轉投資 哥哥郭台銘的國際電子 郭台強話沒說死 分合之間永遠都有可能性 他目前因為是 衛家在主導台灣的心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想法是怎麼樣 但不管怎麼樣 以台灣的市場來講的話 我講這個系統院的整合的話 我覺得必然的趨勢 開台成功了 食安風暴的民眾怒火 一路延燒到旗下的投資公司 頂心集團如何重整 也成為衛家面臨到的最大考驗 記者陳時戀 周婷宇 台北報導 我neender 周婷宇 台北報導 我了解